订阅本频道的朋友,2018年财源滚滚大吉大利,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一直在努力,努力的赚钱,但好像有什么作对一样,一直赚不到钱,好像与钱绝人一样,但有些时候,可能我们没有之前那样努力,反而就能赚到钱,所以也说不好是上心不上心的问题,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运气吧。 三天一周,这三大生肖的运气就来了,他们无论做什么都能赚到钱,而且是大钱,是你想象不到的富有,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,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,除了勤奋之外,还要加上一些运气的成分,这样天时地利人和,你的未来绝对美妙,生肖羊,肖羊人非常喜欢与人交流,属于自来熟的人,虽然自来熟, 这种性格,有些人比较讨厌,但是好处是带于坏处的,因为多与人交流,不仅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,还能活跃自己的思维,锻炼交往能力,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。 未来三天内,肖羊人这种活跃的性格,会为他带来好处,可能是在大家聚会时,肖羊人一直为大家忙碌,受到了领导的青睐,也可能是在工作中,积极与客户交流沟通,给客户留下很好的印象,这样商机自然就来了。 所以,未来三天内,无论肖羊人做什么,都能发大财,生孝舌,肖舌人最近可能斗志不高,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致,但是没关系,可能是前期努力的太久了,有点累了。 未来三天内,肖舌人一定能迎来好商机,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,未来三天,无论肖舌人做什么,都能大赚一笔,嫌到的嫌是你自己都没有想象到,未来三天内的商机,也给肖舌人带来很多精神上的财富,为后来的发展提供无穷的动力。 这种疲惫的状态,也不会在肖舌人身上出现了,因为这次的经历,给肖舌人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内心,同时为赚钱和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 生孝龙,肖龙人在未来三天在工作方面,会取得很大的成就,工作方面的成果转化为财富,对肖龙人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。 到了五月末尾了,从春天夏天过渡的日子,非常注意形象的肖龙人,一定会把自己收拾一下,转变形象后的肖龙人,一定会大放异彩,外表形象的变化,也会使肖龙人的内心发生一定的转变。 想法更加成熟,见解更加独特,把这些东西运动到工作上面,一定会发现另外一片崭新的天地。 在这个型天地的舞台上,肖龙人就是最耀眼的那一个,赚钱就不在话下了。 大家有什么观点,请在评论区留言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 请在评论区留言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